白色轿车明明要开在车道内 却失控偏移 冲到对向车道 换个角度看 车子一路横向飘移 不但撞倒路边的交通三角锥 空中还掉落不明物体 碰一声打中引擎盖 掉进草丛 在路边直行的远景 看到这一幕也傻眼 走上前查看这位驾驶 到底是怎么开车的 地点在新北市三峡 台七乙线7.95公里处 14号下午一名远景 站在路间执行测速行物 21岁的陈信驾驶 疑似转弯车速太快 加上要闪避前方机车 方向盘一转 飘移到对向道 当时空中掉落的物体 不偏不倚 打中引擎盖 原来是测速照相机 为了降低事故发生 警方都会在容易发生 事故的地点 像这样把移动式测速雷达 架在路边侦测违规车辆 这回70万的测速相机被撞坏 毁损的部分零件 脚架以及电池 都得送回原厂修理 警方待会附近监视器 确认照室驾驶没有超速 没有触犯公共危险罪 但测速照相机的违凶费用 都得向他求偿 TVBS新闻最终是黄静芬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